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这一集我们会来聊聊iPhone 15 Pro 那我目前是用iPhone 11 Pro和iPhone X 两支,双机流 那11 Pro它至少只有三颗镜头的 有个Pro字 那我们就先以11 Pro还有15 Pro来比较 那本部影片我们也感谢 AutoPhone的赞助播出 那我们先回答几个问题 如果我用iPhone 14或是14 Pro 我有需要换新款的吗 如果你没有特别喜欢USB-C的话 那还真的没有必要换新款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 该买15还是15 Pro呢 首先要确定你想要的是大萤幕还是小萤幕 那如果你想要小的萤幕的话 我建议优先选15就可以了 就算你要大萤幕 我也优先推荐15 Plus 因为Pro和Pro Max的价格是贵蛮多的 也不见得真的适合一般人 另外我想先吐槽的就是颜色 这次可以选的颜色比iPhone 14 Pro还少 颜色也都比较深 其中我选择的是蓝色 它是非常非常深的蓝色 有时候甚至看起来像黑色 比MacBook Air M2的蓝色还要更深 甚至在一些展示店的光源下 会有点难分辨这个蓝色跟黑色的差异 而白色也不像以往那么白 反而有一些灰灰的感觉 当然这次苹果也提到 他们是将颜色直接打进玻璃里面 拆下保护壳以后可以仔细看到 的确是比以前的机种还要好看那么一丢丢 但是正常人拿在手上或是对面的人看到 根本是看不出这个差异的 那还不如选个好看一点的颜色嘛 那明明便宜的机种 就有五彩缤纷的颜色可以选 为什么贵的Pro系列就只有这些很难看的颜色呢 在收到机器以前就听说 深蓝色和黑色会很沾手油 这是真的 虽然大概只有我心里预期的6到8成 但还是不太好维护 你可能会说那装个保护壳不就好了吗 对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实际装上保护壳后 大概才用三天拆下保护壳 就可以看到按键附近是有轻微的印子的 那五到七天的话 它就有非常明显的一圈色差 那在以往的iPhone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那我这次使用AutoPhone iOS数据管家 就将iPhone X的资料转移到iPhone X Pro 还可以顺便备份iPhone X里面的资料 特别的是这次iPhone X Pro 升级为USB-C10G的速度 所以从电脑端AutoPhone传输资料到手机也快很多 也可以操作各个App里面的档案 就可以快速的传档案到手机里面 许多功能是比Apple原生的iTunes还要方便的 也可以帮你开启iOS的开发者模式 最后它也内建了硬体检测的功能 像这台iPhone X是有照修的 所以它曾经换过萤幕 AutoPhone也就有检测出来 先前我还有用过AutoPhone 4Line这款App 它也真的成功的帮我把iPhone X里面的Line的记录 传送到iPhone 15 Pro 完全没有拉下任何东西 真的还不错 优惠资讯和购买连结就放在影片下方 至于过热的问题 我觉得iPhone的温度控制是还不错的 其实很多Android的手机温度是更高的 而且以我目前大量测试4K60P的录影来讲 我觉得温度不算高耶 比我今年用过很多Android的旗舰机还要凉 这个是不用热像以用手摸都可以明显感觉到的 当然因为我几乎没有在手机上玩大型游戏了 或许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 作为一部手机 最基本的接电话功能方面 一开始我使用iPhone 15 Pro的时候 就发现接电话的时候 因为原本喇叭的位置 现在变成零动倒了 所以喇叭就被往上移了 所以要稍微将手机往下移 才能够让耳朵刚好对到喇叭的位置 而接听电话的习惯 这个就需要在使用上适应一阵子 此外喇叭的音质变好也真的是明显有感 相对11 Pro是提升很多的 接电话的声音也是略有提升 而喇叭播放音质的效果 真的是更强烈更饱满都更好 那再来就是平常最常看到的荧幕 原本11 Pro是60Hz 从13 Pro开始改为ProMotion 120Hz 就如同在其他装置上的感受类似 用过120Hz的丝滑 回到60Hz的iPhone就会觉得 很像从真实世界回到游戏当中的感觉 而荧幕边框的变窄也是明显有感的 感觉更有科技感 荧幕也更亮 有时候这个荧幕都可以拿来当手电筒了 那当然相机的进步也是很明显 15 Pro的拍摄相较11 Pro 是巨大的提升 非常有感 那对比14 Pro 我们测一下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差 表现都很好了 那既然是比较 我们还是可以拉出一些具体不同的地方 后面会再进一步细谈 Action Button也是苹果在生态系上面的一个尝试 对于iPhone时的使用者来说的确是新鲜 但是对于Android的使用者 这个不是早就已经玩到初神入化了吗 iPhone这么晚才推出 这个硬体功能还这么阳春 那简直是反式啊 iPhone唯一能触发的方式就是长按 没有短按一下 按两下 按三下的定义 这明明是可以做到的 但它就是没有 额外加分项呢 当然就是它可以自定很多捷径 shortcut 好用是好用 但是触发的方式选择也是真的太少了 之后还是可以用捷径去做到一些按两下的设定 但是我觉得 这个如果它当初有做好 不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吗 剩下可能就要靠大家 想办法用捷径去做出这些功能了 目前我主要是选择作为相机的快捷键来使用 真的是蛮方便的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 Android早就有了嘛 但只有一个触发方式真的是很浪费 难不成苹果连这种东西都要挤压膏吗 以拍照的角度来说 其实差异不大 并竟硬体也都差不多 实体拍起来的效果 对比的几张 相对可以感觉到15 Pro在曝光上的控制 是更好一点点的 颜色表现也就更丰富 更精准 其他说真的差异不大 更多样张我们就尽量放在文章中 给大家看比较 在录影的时候也是 平常录影其实感觉不出来 但是在慢动作录影的时候 iPhone 15 Pro有把水花带有一点苦水 滚浊的颜色表现出来 因为它没有那么过曝 但是iPhone 14 Pro的白色这个部分 它就直接过曝了 另外就是在电影及录影的时候 14 Pro是没有镜头焦距切换这个选项跟功能的 也就是你一开始选哪一个 它后面就只能选固定在这个视角拍摄 但是在15 Pro的电影及录影这个功能底下 它已经可以丝滑的切换镜头了 声音的效果当然也会随时改变 那当然就是以前都有的这个音讯变焦的功能 在录影方面来说 我觉得防手震的效果也是差不多 都很强 那两代的差异在拍摄上就是不明显 15 Pro相较上一代14 Pro最大的进步 莫过于就是USB-C 虽然15也是USB-C 但它只有2.0 15 Pro使用的是3.0的规格 不仅传档案的速度更快 它也支援外录ProRes 4K60 连接上SSD 开启相机在下方就会出现USB-C的字样 就可以开始使用ProRes 4K60来录影的 画面上也会显示预计可以录制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就是苹果又有点麻烦的地方 那有点复杂哦 如果没有接USB-C 那么就只能选择ProRes 4K30 或是ProRes 4K24 或更低的规格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我录制ProRes 4K30 或者是普通的4K60 它无法让我选择外录到外接SSD 即便我是接着SSD的状态 它也不会让我有任何选项可以去选择这样做 这个限制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我觉得被苹果恶心了一把 那ProRes在画面上的呈现当然是 好得很明显 毕竟它帧内压缩的优势也很大 不过ProRes 4K60的档案也是非常的肥啊 每秒的位元率是1G到2G 相当于125Mbps到250Mbps 一秒钟哦 那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根本就吃不消 在后期的传输还有管理上的使用 压力会非常大 那当然对于专业的拍摄来说 15Pro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拍摄的工具 支援的ACS 还可以支援外录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 但也要留意就是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想要录制ProRes 4K30 或是ProRes 4K24 它都没有办法录制 那这对于专业使用上来讲就非常恶心啊 那既然讲到USB-C 除了在拍摄上使用Crucial X9 Pro 我也尝试了使用Crucial X10 Pro 那它也是可以录影的 那这个差异在于 因为X10 Pro它是USB 3.2 Gen 2 620G的 有些装置它其实不见得可以发挥出来 那接在iPhone上面它是可以正常运作的 那也有测试过USB-C的Hub 而且我测试还是目前比较少见的USB-4的Hub 这颗是J5 Creator的JCD401 它采用的是Intel的USB-4的方案 实测还真的是可以用 将X9 Pro接在Hub上面 并透过JUP44100提供PD的充电 然后再将Hub连接到iPhone 实测是真的可以做到 同时外录ProRes 4K60 还可以一边充电 手上我们也有蛮多Thunderbolt SSD 还有一些比较特别是双模的 我其实已经可以预测到 Thunderbolt是不会动的 但是双模我觉得它应该可以动吧 但实际上 我手上所有双模各家品牌的SSD 都是没有办法支援的 所以大家如果它使用的时候 会记得要避开 或者是看看之后有没有更新 那其他在制造工艺上面的进步 苹果每次都能在制程上面 拿出一些新的花招 不管是这个钛合金的机身 我觉得蛮厉害的 不知道用什么工艺有办法做到 这个钛跟铝 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又或是它使用了 TSMC的N3B的3nm制程 这些绝对都是业界领先的 但说实在 这个对一般大众使用者来说 根本就无感 不会有人在乎 又或是将处理器 加上一个Pro字放在手机上 对比使用者平常 常见的使用场景 根本是不痛不一样 很多情况对于专业使用者来讲 也根本没有用处 那另外我目前有一台 在华硕的ProArt PA279CB 还是支援USB-C DP的协议 实测连接上iPhone 接收到的讯号 也的确是4K60的 所以代表至少 以iPhone来说 它现在外接 是可以支援到4K60的 而现在背后的镜头 也真的是蛮大的 不知道上一代 iPhone 14 Pro 有没有无线充电 会有一些角度困难的问题 其中比较明显的 就像是 桃园机场捷运 直达车上面的无线充电 这个细节解释起来 可能真的比较复杂 不过结论上来说 不管是放哪个角度 有装壳没有装壳 都没办法充电 它就会在充电 和没有充电之间 反复来回 但是iPhone 11 Pro 或是iPhone X 都没有这个问题 那无线充电在家 或是在公司里面使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桃园机场捷运 这个问题比较像是 因为它的充电板 有点大 而没有办法让 手机镜头的部分 外露在外面 让充电板 跟手机本身之间的 距离比较短一点 就会造成没办法充电 大概是这样的机构 干涉的问题 相对15来说 我觉得15 Pro 比较特别的是 它加入了对于Thread的支援 但15就没有支援咯 这边说的不是 CPU超执行序的Thread 或者是Instagram的Thread 而是未来最有潜力 一统智慧家庭装置江湖的 低功耗协定 我们也有开始使用 例如说像是TP-Link 还有IF 都有在布局这些相关的产品 本身从价格和功能性上来讲 真的是定位非常不同的产品 基本的价差就达到7000块了 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说 就算你上了Pro 但是拍摄的这些日常范围 其实也很难用到这些功能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 可能就会是120Hz的荧幕 以及多一颗的三倍光学镜头 其他部分对大众来说 就是感受不大 而我自己感受比较明显的 则是USB-C 可能就是少数可以说服 我买Pro的原因吧 它的整个USB-C的连接的生态 还有10G的传输速度 终于可以换掉Lightning了 Lightning有它的历史包袱了 不过USB-C还是未来的趋势 现在花高价格买iPhone 更多我觉得就变得 有点像是买虚的行销名词了 对于实际生活的应用商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大多消费者宁可省下这个价差 去买无硬版本或是前几代 但对专业使用者来说 Pro系列的确是非常有利的身材工具 小小一台就可以拍4K60 在光源扣的情况下表现也很好 还有很强的防手震 还有基本的防税 这些独特的使用形态 都可以让工作的灵活度更高 可以拍到一些更难取景的画面 之后我就会想要找个Cache来搭配 我们就再看看市场上 会有什么有趣的产品 那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吧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